清凉山志 由印光大师编辑的这一本 清凉山志里面的一个故事 就是在宋朝的时候 有一位比丘 就是有一位法师 叫做汴聪 那有一天呢 他行画就是游画到这个五台山 他就在五台山跟道场里面的出家人 一起修行那个节下安居 刚好是节下安居的时间 所以他刚好留在道场 那在这个期间呢 道场里面古代的丛林里面 有很多很多上千百位的出家师傅 那其中有一位呢 有一位老和尚 他的行为非常的疯癫 非常的 看起来可能不像一般 很有威仪很庄严的出家人 所以 大多数的比丘呢 就没有跟他 有很好的互动跟往来 可是这位辩聪师傅呢 可能跟这个老和尚很有缘 所以在节下安居的时间呢 期间就有很多的互动 等到节下安居要结束了 那他也想说他也该离开了 于是呢 他就跟这个老和尚去告假 就说啊 他要离开 继续去行画 那这个老和尚呢 也没多说 就交给他一封信 好 就说好啊 你出去的时候 到了开封的城北呀 你如果遇到了一个叫薄荷的 你就把信交给他 他一听这个简单啊 好 就答应老和尚 于是呢 就离开道场 走着走着 诶 都快下山了 他才想到说 诶 老和尚只有说 开封的城北呀 没有说详细地址 他一想 哇 那怎么去找这个人呢 他想说 那我在上山 再找 哇 又太远了 好吧 他就只好 就是硬着头皮 就带着这个信说 找找吧 可是越想越不对呀 这个怎么找呢 他就 可是又越想越好奇 想说这是什么信呢 好 里面会不会有相关的资料 可以知道 这个人怎么找呢 所以他就很好奇 他就把这个信打开 他就读 这封信写得很简单 只有写说啊 意思就是说 你到人间形化 多久了 众生好度吗 众生一般都是顽固不明啊 如果时间差不多了 你就快快快返回你该去的地方吧 好 以免 就是说被过去生的一些业障又缠身了 好 大概 就是请 就是内容 信的内容就是这样 他一看 哎 这什么意思 赶快又合起来 好 赶快收好 就又带着信 就出发了 哎 他走着走着 走到了 有一天走到开封了 好 走到开封 那个河边啊 就有一群小朋友在玩嘛 玩耍 然后奔跑 一边玩啊 一边跑就叫薄荷 薄荷 好 哎 他一听什么薄荷 他就把小朋友拦下来说 谁是薄荷 薄荷在哪 好 那小朋友说 在那儿啊 好 就比着一户人家 好 那户人家呢 里面就有一只 很大的猪 好 全身都是金色的毛 脖子还挂了一个铜铃啊 好 哎 他就很好奇 他叫薄荷啊 小朋友就说是啊 然后就跑掉了 好 哎 他一想 就是他吗 他就跑去那户人家一问 那户人家姓赵 好 是个养猪的 哎 那怎么唯独就薄荷挂的铜铃呢 他说 这个主人就说啊 这个猪啊 很 很特别爱干净 非常干净 然后什么都不吃 就只吃薄荷 所以就叫他薄荷 好 还有一点更神奇的就是说 养骨时候养猪就是要卖 就是要杀嘛 那每一次要杀猪 要把猪牵出来 哪一只猪不是嘰嘰叫 叫得很凄厉 很凄惨的 很想逃啊 好 可是每一次很神奇 只要这个薄荷啊 靠过去 跟这个要被拖出来的猪 好像讲几句 哎 这个猪就平静了 好 所以这个主人就很疼这个薄荷啊 他觉得薄荷好像来帮他的 好 那这个变聪师傅啊 他这样一听 他说 哦那这可能真的是薄荷了 好 于是呢 他就喊着薄荷 这信是给你的 好 就 就丢过去了 就没想到薄荷啊 一听 马上 张开嘴巴把那封信 给吞了 吞了之后怎么样 就走了 就往生了 好 这个是在清凉山智里面的一个故事 那在我们台湾 那个 在那个 台北新北市那边 也有一户养猪人家 好 姓洛 那他 也是继承他爷爷爸爸的祖业 养猪啊 那轮到他的时候 爸爸爷爷都走 轮到他的时候呢 他也是每天要债猪 现在就不是 养猪户就不是自己杀了 可能就是送到屠宰场 每天 半夜清晨的就要送猪到那个屠宰场 每一只猪也是牵出来都是 一直叫啊 嘰嘰叫 哪一只猪不是嘰嘰叫 他也是每天这样赶猪赶猪 也没有觉得怎么样啊 好 他觉得这是他的生活啊 他要赚钱嘛 就有一天 拉到一头猪的时候 好 那头猪他印象很深刻 因为那头猪特别大 好像特别大块头 就像我们人一样啊 有的比较瘦 有的比较高 有的比较快 那那个猪特别大 然后似乎呢 在这个猪群当中 好像就是首领一样的 好像非常有那个斑 那轮到他了 他就要过去拉他了 拉呀拉呀 他当然也是不大愿意嘛 那等到走到快要到那个货车的时候 那个很大的那个猪走上去 自己走上去哦 每一只他都要用力拉 那一只不用 自己走上去 他吓了一跳 怎么不用我拉了 他吓一跳以后呢 那头大的猪啊 就回头 那个眼神啊 就盯着他两秒钟 他当场很震慑 他也说不上什么感觉 只是觉得 怎么忽然这样看我 看完以后自己就上车了 后来他把猪送一送 赶一赶 又回来收拾收拾 收拾他地方 想一想 不对耶 我要去把他救回来 他自己动念头 我要去把他救回来 好于是就赶快开着车 用标的赶快冲到屠宰场 赶快冲进去他刚刚送猪的地方 赶快一直往里面去 来不及 因为他在 已经在地上看到那个 很垮的那只猪的一个脚 一个梯子啊 为什么 那个梯子 因为那个猪有一个 有一个受伤的地方 他看得出来 好 之后他就回去 回去之后呢 他就隔天把他的猪 猪场全部关起来 可能有 可能有上百只猪啊 关起来 怎么样 他就改吃素食 然后 那个猪都不卖了 不杀了 好 就变成一个猪的天堂 然后他就开始有卖素水饺啦 素的东西啊 等等 就是要让这些猪安养天年 好 其实不只是猪 很多动物 其实都有灵性 可是我们没有仔细的 去观察他 去看他 我们 不知道 上个礼拜 应该是这个礼拜 北京的二姑 传了一个影片 到我们的原地 那个画面就是只有一条鱼啊 而且那个鱼已经是被剖腹 然后内你看他里面已经都空空没有内脏 然后身上还被画了几刀了照理说好这个等于准备要上上油锅了 应该好我们一般人说这个就死了嘛这个怎么有感觉好 结果刚好可能这家人当中不是全部是吃鱼的不是全部吃荤有人吃素学佛我不知道是谁他没有拍那个人但旁边有一个声音可能是一个一个大神或者是一个一个女众的声音好在旁边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跟着我念阿弥陀佛好你你跟着我念我告诉他们不吃修杀鱼了好修杀生好 很诚心哦他的那个声音很很诚心的很迫切的要关心这个鱼要送这个鱼一成啊 那我们一般人想说可能吗 结果没想到他念着念着很诚心的念好 那个鱼本来是就是你就知道他是死鱼就忽然间那个嘴巴就这样开合开合随着他念阿弥陀佛的那开合然后身体还动着动着 那个人念佛的人都哭了他说我晓得了我晓得了我告诉他们不要再杀鱼不要再杀生 那前阵子呢英国的那个国家广播电台还是英国的电视公司VBC 他做一个报导这个报导后来还得奖好什么报导呢 是报导一位目前是做有机纯素农耕的一个农夫的故事 那有什么好报导的呢 这个农夫呢他也是在2011年的时候现在19嘛等于八年前 他就继承了他爸爸留下来的一个农场 那外国的农场大概就是不只是种可能也有种东西 但是他们就会养牛啊养一些羊啊或什么 那他的农场是专门养牛 可是其实他在养牛之前 他就不太持肉可以说大多数是素食 所以他说他在接这个农场的时候心里也很挣扎 可是他必须接因为那是他爸爸留给他的产业 而且他心里想说爸爸留给我的产业 这个责任落在我身上 我好像必须要继续让这个农场有一个未来嘛 他也不舍得给别人啊 他觉得他有某一种责任 所以他非常为难 所以在这个2011到现在这个当中呢 他说他已经送了上百头的牛去屠宰场 心里很挣扎很难过 有没有赚钱当然是有赚钱 可是难过 那这个记者去采访的当天呢 为什么记者去采访他 我也不知道记者怎么会得到这个消息呢 说他决定把这些剩下的牛 大概也好多只 要送到庇护所 动物的庇护所去 就是不卖了 也不送屠宰了 于是这个报导就来采访 就看到那些 那个货车来啊 然后就把他 去那个农场里面那些牛啊 就载上车 车门一关就走了嘛 走了之后呢 那个报导那个画面 就拍到这个主人啊 竟然有点眼眶红 鼻酸 他说啊 对他来说 这一直是很矛盾的一件事 就是说你养这些动物 养了两三年 两三年你都认识他了 这一只怎样 那一只怎样 这个怎样 甚至他觉得他们有快乐 也会懂悲伤 甚至有时候你看着凝视他的眼睛 你会觉得他有心事耶 所以他觉得他都一样 两三年他都认识了 结果必须在时间到的时候 把他们送到屠宰场 他内心觉得 他在背叛他们 所以他一直很难过 那 那为什么眼眶红呢 他说 其实也会舍不得啊 也会舍不得 可是呢 他说他 觉得他必须要相信他自己的 他清楚的知道说 他要相信他自己的这个 良知啊 他自己的心 是这么想 他必须这么做 即使他有很多的无畏杂成 接着他就说 他说啊希望这些牛 当那个到了那个庇护所 有一片草原嘛 到了庇护所呢 当他们从那个卸货的坡道奔跑出来的时候 希望他们觉得说 哇我们来度假了 好 所以很多时候呢 其实 我们 没有去关心 没有去注意 我们吃的东西 到底是什么 好 马医师呢 因为他有很用功 而且他有某种特殊的敏感度 他可以了解到说 什么东西带有什么样的讯息 可能是称恨的 可能是快乐的 或者带着什么样的能量 好可能是比较正向的 可能是比较负向的 我们没有怎么办 其实不是我们没有 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有 就看我们愿不愿意要有 像我们刚刚念到这个 阿弥陀佛无上依王 当然啊我们都知道 阿弥陀佛他已经成佛 而且他发四十八大愿 要救所有的众生到他建设的一个 清净安乐的国土 他一定是无上依王 很多感应的故事啊 很多人念了阿弥陀佛 身体好 心情也很好 精神也很好 可是阿弥陀佛是无上依王 那也要病人 愿意让他医耶 如果我们不愿意听懂 阿弥陀佛佛菩萨师父 告诉我们的话 不愿意去关心了解 我们到底是吃了什么东西呀 我觉得这个不是佛教的戒律 不是宗教的一种规定 是我们真正去了解到 我们应该怎么样 我们应该怎么样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 除了好好的跟人相处以外 还可以怎么样好好的跟动物 跟大自然好好的相处 如果每个人都学习阿弥陀佛 怎么样去把我们现在这个地方照顾好 让每个人都快乐 不要痛苦 不要被杀害 我们的心如果一直这样跟阿弥陀佛相应的话 我相信我们自己也会远离痛苦 我们的亲人我们的家人 也可以看到我们的改变 还没有愿意吃素的 也会慢慢的有机会了解 以上就简单的就我最近所看到了解到体会 跟大家分享阿弥陀佛 请慢慢的